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大家好 我是K-Wang 今天要分享的是 那些大家常忽略的Cash Control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因為之前在 之前的那個Project 然後有對 因為我是做Bag-Game的 然後跟K-Line那邊有做一些Request 然後會覺得說 有時候Request要發太多 因為我們的量比較像是會一直做Pooling 所以常常會拿到一些不必要的資料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可以 就會扯到一些跟Cash有關的議題 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在那個後端這邊 就做一個Cash Control的機制 那其實這個東西 所以前端跟後端其實都可以來聽一下 OK 那我是K-Wang 然後之前也在Java Conference 有分享過一些題目 就去年跟前年 對 16跟17年的時候 對 然後這邊是我的一些個人資料 然後我現在 因為之前有聽過應該是 我知道說我在山豬工作 那後來今年 就後來換工作了 對 剛到 到只一個多月 對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Icon 這個是我新工作 在那個Founder Day 對 大家應該有去 就是有出國旅遊啊 或是在國內旅遊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們都做了一個APP 對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對 那我們期許說 我們是全世界最棒的旅遊規劃APP 對 然後我們這邊有 就是有做了一些 比較跟別人不一樣的 的一些功能 像輕鬆拖拉就可以規劃完整的路徑 對 然後形成共同編輯 這也是最近的一個比較新的功能 那之後還會推出旅遊群組 或旅遊社群 對 好 這個是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 OK 然後今天要講的內容 主要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KG Control的基本的機制 對 然後再來是講一下Grava Cache 就是Google的Grava的Library 對 然後再講一下Web Server那邊的實作 跟RootKeeper 那RootKeeper這邊 這一塊主要是拿來做 每一個SERVERNode跟SERVERNode之間 要怎麼去做溝通 因為我要做Cache 要做Invalidate的時候 需要用到一些通知的方式 好 所以這邊其實不會提到的有幾個 第一個是Radis或是Memory Cache 對 因為大家如果有享受 大家在這個場合聽到這個 其實是不會講的 對 然後再來是 怎麼去Tuning JVM的那個Memory 等等的相關的內容 對 因為這邊主要都是 完全都是以Source Code為主 對 那調整那些參數這邊是不會講到 好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Demo 呃 這邊 放大一點 好 我先把RootKeeper先起起來 然後 開了一個Conline 呃 呃 不是 開那個Web Server 好 然後我再開另外一台 8080 跟8081 兩個Po 然後我這邊主要都是用那個 Command Lite 去做操作 像我現在 我直接開那個Github給大家看 這是放 欸 等一下 我連一下網路 稍等一下 這邊弄好了 這邊弄好 一個簡單的,像我這邊就丟了一個request的數據,然後我是取資料回來 像我這邊取了一些內容,然後這邊有,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etag 的response的header,對,那這個作用就是說我可以用這個header,然後去對 Kanai在做操作的時候,我可以讓他說我是要繼續發送還是不要發送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叫catchcontrol,maxedge等於3,就是說這個catch其實 他的那個新鮮度,那個看到文章都是叫做新鮮度的這個來翻譯 就是說我3秒內其實可以不用再重新發送,好我這邊再發送一次 我這邊再發送的話就是說,這程式內,就是因為這是一個poc 所以可能跟大家一般常見的那個操作可能不太一樣,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內容 所以我又打了一次,那打了一次內容,他其實etag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代表說我現在這個資料呢,其實是已經被那個catch起來了 然後我這邊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這邊就寫到,這邊那個server的log就會寫說我這邊是已經被catch起來了 所以我的heat rate是0.5 就是我這邊會用那個grab cache的那個state,然後去把它秀出來 然後我這邊再多送一次 然後這邊就會看到我的heat rate就一直增加 好這個是用8080code來做操作 然後如果這邊再打8081 我兩個其實是不同的內容,那我一樣用k1這個名稱 那他也是去,因為他現在catch裡面還沒有資料 所以他又再重新做了一次那個data 所以拿回來的資料也是不一樣的內容 這邊etag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我把這個etag複製起來 然後這邊貼上 然後這樣發送出去 然後這個因為我是打剛剛8081的那個etag的內容 就這邊,這個 然後8081po 然後這邊就會跟你說,他其實內容是沒有做變更的 所以我也不會回你body 所以我這邊只會回你304 然後跟你說etag還是一樣 不會改 然後時間一樣是3秒 對,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一下程式碼 然後這樣運作的話 這樣運作的話,其實clive他就會收到 clive其實就會收到這個 一開始clive會收到這個內容 然後他會發現說如果mxage是3的話 所以他3秒內他是不會再去送這個request 對,所以等到說3秒之後 如果他還要再用一樣的request來打的話 那我就會跟你說 其實你的內容其實是沒有變更 你還可以繼續用 對,這個是demo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說 剛剛是用8080跟8081嘛 然後這個時候我如果去做delete 那我這邊delete的用意是說把兩邊的cache都把它拿掉 我們先不下這個delete 我們先再來看一下cache 無論我是打8080 好,我們再看一下內容都一樣嘛 一直打內容都一樣 然後8081 內容這邊是qdp 再打一次都是一樣都qdp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是去做delete的話 那這個時候rootkeeper就會去跟這兩個server講說 其實我是把所有的cache跟uid 看一下 uid是k1的cache把它清掉 好,result等於除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打一次 這是先打8080 它就會再等 你看這跟剛剛的cache就 e-tag的內容就不同 那8081也是一樣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那個 資料 這邊就會說 這邊就會說 我做了invalidate 那這邊就是 那個rootkeeper那邊的傳回來的訊息 這是8080的 然後8081也會有相對應的內容 看一下 在 在這邊 OK,所以這個時候 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只有打其中一台嘛 所以8080跟8080其實都收到一樣的訊息 OK,這個是一個簡單的demo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投影片 好 那我先來大概解釋一下 什麼是http的cache control 大家其實上那個 有個叫 Tag什麼bridge的那個網站 那一篇文章 我覺得它講得很好 對 然後那個 Google的developer的網站 其實有講到相關的內容 那 cache control其實它是http的其中的一種header 對 那這邊其實有做了幾個 它有做了幾個定義 第一個是叫做no cache 那no cache其實就是它是說先跟 server先確認資料是不是變更 再確定是不是要用我的cache 其實跟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始作的方式其實就是一樣的意思 然後no store是完全不使用 就是完全不存cache 就是說 我每次丟出去的request 它都不會 它都不會去從cline那邊去拿資料 都不會管cline這邊有沒有內容 所以一直去送 然後它有一個叫public的 那這邊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把它存在公開的cache 那公開cache比較常見就是cdn 對 然後或者是private 就是像瀏覽器 那maxedge是這邊比較常用的內容 就是資料新鮮度 那一般像 你們如果在開那個crome 然後開那個瀏覽那個開發者模式 你就會看到 你每一次的request 它可能就像 像他們舉的一個例子 像是google的那個logo 它其實不會變嘛 所以你會看到它那個下面 就會說mixedge是多少 比如說86400秒 或是多少的 所以這其實說 它在86400秒的這段期間 它是只要 它會那個發request的時候 它會先問 先問瀏覽器內部有沒有這個內容 有的話 它其實就不會發到server這邊去 然後增加server的負擔 對 這個是cache control這個header它的一些用意 然後另外一種 這是less to modify 跟if modify things 就是說 資料最後一次的修改時間 那這個是less to modify 是server傳給client的response的header 那跟那個if modify things 搭配使用 那主要是說 client它會 它送給server這個時間之後 這邊應該給個範例 比如說2018年5月10號 然後10分秒 對 然後就問說這個時間之後 是不是還有做修改 那如果有修改的話 就把資料再傳回去給client 就是送http status code是200 那如果沒有修改的話 就像剛剛我的那個demo一樣 對 就傳304回去就好 只不過我剛剛那個資料是用 那個client 那個資料的內容 而不是說資料的時間 OK這個是 這個是less to modify 跟if modify things 對 那 那我這邊 這一場talk 主要講到的就是這個 e-tag 就是這一次資料的hash值 那hash值值會有幾種 比如說像是 那個像 apache 它是用 i-know 加檔案大小加最後修改時間去做 或者是檔案的內容 像我這邊就是用檔案的內容 去做我資料的hash值 對 或是其他方式 然後這個 這個跟剛剛那個less to modify 是一樣的意思 OK 然後它是跟if non-match 搭配使用 大家剛剛看到我的demo 就是有寫到 我在送 那個e-tag的時候 就是用 丟if non-match 然後這邊就是 跟剛剛的那個 就是剛剛前面那個時間的意思是類似的 就是它如果這個資料是沒有做修改的話 它就是傳304 然後它不會傳body 因為其實body 如果你body可能佔個幾k 你傳過來也是需要時間 對 所以這個是 它主要是這個意思 然後看一下 這個是google 他們那篇文章的一些圖 大家可能有看過這張 有看過那篇文章應該都知道 那這邊的意思是說 這個catch 字可能有點小 這邊它的catch control 的maxedge是120 意思就是說是 這個catch的有效時間是120秒 然後它的hash是x234dff 就是算出來的一個內容 可那你不用管這個資料怎麼算出來 它只要把它存起來就好 那這個是說 它那個 server傳回去給clite 它把這個記下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當clite 它在下一次打這個內容 打這個request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先 它會先 它會送的時候 它會送if non match 然後把剛剛那個hash把它放在這上面 就是說 我在120秒之內 它其實是不會送這個內容的 那120秒之後呢 它送了這個request 它就把這個帶上去了 可能有點暗 它這邊意思是說 再跟server再送一次請求 如果不相符的話 就回傳新資料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意思 那如果是相符的話 就只要回傳304就好 就像這個demo的 這個投影片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 下面其實是沒有data的 然後這邊 這是有加data的 就第一次都會加data 就是第一次都是有data 那如果你是304 它是不會有data的 的那個回應 好 這個是主要是httb的catch control的 基本的概念 那我們就用這個概念來做一些實作 那在做這個catch control之前 因為你必須要把這資料存起來 要把它存在catch裡面 那我們這邊的做法就是用grava的catch 來做實作 然後這邊簡單講一下說 grava這邊的一些做法 那grava它在產生catch的時候 它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它在 它在那個build pattern的時候 它這邊會有一個叫做catch loader 這個是我在做build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做這個機制 意思就是說 當我這個value 我當這個catch要去get任何一個key的時候 那我這邊就會去說 我就會去我的catch 因為其實那個grava cache 它裡面其實就是類似一個hedgemap的內容 那它會去這個hedgemap裡面找 找說我有沒有這個key的 有沒有跟這個key一樣的資料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這邊就會去 就會去做 就會產生 就是去db那邊拿 那其實這一串 returnitem加integer 這一串呢 然後加上這個road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是去 它是去db拿這些資料 以這邊的例子來講 那當我拿回來之後呢 我這邊的資料 我這邊可能比如說 我get123 那我就returnitem123 可是這邊returnitem123的時候 它是先從db先拿 那再下一次 我如果下面再寫一次 那個catch.get123的話 它其實就是從剛剛講的hedgemap去拿資料回來 所以它就不會再 不會再對 那個db那邊做任何操作 這就是我們 就是 Grabber cache它比較 它的使用方式 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種的 實作的 形式 那第二種 第二種是比較具有彈性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會在 這catch在new的時候 我就直接給它 給定說我要怎麼去取這些catch的方式 所以我會在 後面再取內容的時候我才做 比如說我這邊再說 我這邊就說 我在取這個catch 我這邊比如說我在用這個key 或是我用不同的key的形式的話 我可以呼叫不同的callable 我這邊就可以做另外一種形式來做操作 這邊的變化就比較大 應該說它的那個 就比較靈活 那其實 實作的 那個使用的方式其實就是一樣 OK 好這邊大概是兩種不同的形式 這個後面會 來做一下demo 那這邊在講這個evictation的時候 就是說它其實 catch它都有失效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去讓它 讓它去做失效 那這邊是說size-based 就是說我這個catch我可以存多少個 比如說這邊可以存 mix size可以存100個或1000個 對那我就是說 我超過了1000個之後 它可能就是陸續把 其實裡面它是做個lrucatch 就是用lru機制去做這件事情 那它其實有另外一種 這顏色比較淡的是它可以去做 自己去定它的權重 對可是這個應該是比較不常用 對那我這邊也是 就大概就把它列上來 這可能是比較複雜的情況的時候 會去用到這些事情 OK這個是size-based 那一般可能比較常用是time-based的 比如說我幾秒鐘之後沒有去做存取 那我就把它做expire 比如說30秒或是1分鐘之後 對它這邊有兩種參數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你要用秒數或分鐘 就是time unit 或者是你寫入多少秒之後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寫了 寫進去之後可能你都一直沒在用 對可能比如說寫進去 你超過120秒 你就不用了 對我這邊就把它清掉 OK這個是用time-based的方式 那再來就講一個 我們它既然說有這種過期 可以時間 以時間為base 或是以size為base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自己我手動去清 它這邊就是說invalidate 對那這邊就是說 你可以丟一個key進去 你就把它刪掉 這是大家比較常用的 那這邊就有幾種形式 你可以invalidate all 然後裡面丟一個iteratable 就進去 然後或是直接真的清全部 那它在清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加一個listener 就是說我在做remove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一個callback 然後去說我remove的時候 要做哪些事情 對 好然後 或是其他的一些東西 像這邊 這邊其實說實在這邊 其實內容我沒看 就是把它列出來 因為這幾個我覺得 可能不太常用 可能跟那個weekreference 那些比較相關性 對這邊我就沒有去 去研究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像是我去記錄state 就比如說我剛剛講heerate 是多少 或是我miss rate是多少 像 可是如果你加上這個的話 你當然你會想到你的 你的效率大量會變比較差 對速度會稍微慢一點 對它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 或者是你可以把 因為我剛剛講它其實裡面 就是算一個hedgemap 所以你可以把它 return 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return 一個hedgemap回來 你就可以直接對它做操作 對 好 這個是它的一些特性 好 然後 再來做一下demo 看一下 這邊有兩種catch catch1跟catch2 它的始作的方式 第一種是剛剛講的 在buildpattern的時候 那邊去做 我這邊是用 max size是1000個 對 這邊是一樣的方式 然後這邊有 這邊的方式是說 可能有點小 放大一點 應該可以 這邊是說 我在拿資料的時候 我就是 給它sleep 500minisecond 然後再把資料把它return回來 所以我這邊先放第一種 那我這邊有做了幾個 有做了一些選單 比如說我這邊就 按1的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拿 100 然後就會sleep 這邊講 我說from expensive data 對 那我這邊再 再取一次 然後再拿100 它就直接回來 它就直接從catch那邊 拿資料回來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我可以去把 這個2 就是把 剛剛講的那100把它刪掉 然後刪掉 然後我再取一次 100 對它就重新再取一次了 字可能有點暗 可是這個我都放geaba上面去 大家之後可以去上面去玩看看 然後這邊就會show 我可以看一下5 那這邊就有講 我的hick count跟 相關的一些數字 misc count low success 這些內容 對 這個是第一種 使作的方式 那第二種呢 其實是 類似 我的catch是已經先做出來了 可是它因為沒有做那個 如何去做gate 所以我在下面才會用 這邊 再去做 對 那內容其實是一樣啦 這個我就不另外demo了 對 然後裡面我就是有做了一些 一些測試 然後你可以隨便塞資料進去 就是大家有空可以有興趣可以去玩看看 好這個是 catch control 那 它用的 因為我是用maven 然後 我是用26 反正這邊啦 dependency就這個啦 大家去maven的那個reportory上面看 應該都看得到 對 這個就基本的 好這個主要 這個是講說我的grava cache 是這樣的 這樣的實作方式 好 然後再來我們講一下 我們要把grava cache 跟剛剛講的那個catch control 把它整在一起 然後讓cline可以去用 並且加上rookkeeper 那一塊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那這邊會有很多程式嘛 因為 上一場 還是上上上 就是有 有學員反應說 我的 我的slide都沒有程式 對 所以評價就不好 對 這邊給大家大量程式嘛 給大家看 好 那一開始 這個就是 因為我是用那個jxrs 然後我這邊用的是jc的這個 這個framework 好那這邊主要就是說 我去起了一個web server 好那 起的時候呢 我這邊會有多 有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etagcatchmanager.init 那這一塊呢 它其實就是去跟rookkeeper那邊去做連線初始化 對 這個會在後面再提到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基本的code 那主要是star server這一塊 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說 我會去 這個tw.k1的這個package裡面 然後去把我所有的resource都 都register進去 然後裡面其中有幾個東西要注意的 一個是這個catch filter factory 那這個東西加上 你掛了這個fielter之後呢 你掛了這個fielter之後呢 它才會去對 我的catch control去開始 開始運作 然後後面就是去 去startup一個http server 好這個後面也會提到 好那這個catch filter factory裡面呢 我們有做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mix edge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新鮮度 對 那我這邊是用anotation的方式去加 那大家如果有寫 JXRS的這種source code的話 其實都會發現說 他們就一堆 掛一堆fielter上去 那這邊我就是掛了一個叫做 叫做mix edge的fielter 自己寫了一個 然後這邊就是 預設就是value 然後加我的那個單位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重要是這個catch control 然後裡面就是 它是new了一個etag的fielter 主要是就是這個內容 那這個算是裡面code的精華 對 那mix edge它的這個annotation 它主要是這兩個剛剛講的 一個是時間 然後一個是單位 那預設是秒數 好另外一個catch control 這邊可以提到的東西就比較多了 那這邊是說我在做catch的時候 我需要用到的一些參數 跟我需要掛的catch是哪一個catch 像我這邊這個 第一個catch type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個server裡面 像我的rest的server裡面可能像 剛剛我打的API是getarticles 那我可能要getusers 那你articles跟users 它就不能放在同一個catch裡面 所以會把它拆開來 所以這邊呢 這個catch type就會說 它是叫做article的catch 對或者是叫usercatch 那可是你都是去extend 這個etagcatch的內容 好那 這個keytype就是說 我這個catch裡面的keyvalue形式 我的key要怎麼做 那這邊我有定了幾種方式 第一種 比較常見的 如果你有做auth的話 你就會有userid 對或是你要用你的header 當作你的catch的key 或是你的paste的parameter 或是create parameter 對就是你etagkey的儲存方式 那後面其中就是相對應的 這個header就是對這個header 配置就是對這個配置 對相關的方式就是這樣做 好 然後 這是後面 etagfilter它的運作的形式 就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 當我 如果我catch type 如果無法對應的話 就是回復原本service的磁性流程 意思就是說 像我剛剛gatearticles 他如果是 他找不到catch的話 應該說他沒有註冊catch的話 他其實就是回return 就是直接回我原本service 要跑的內容 就是說我可能要去 db拿資料回來 然後再把response回去 對 所以我return就是做中斷的這件事情 好 那再來這個是說 你可能有註冊正確的catch 可是你裡面卻沒有內容 那就是我一樣是回原本service的流程 就是我一樣就是剛剛講的 從db拿資料 然後拖資料回去 然後再來比較重要的是這一段 這邊就是說 當我request的進來 如果我去拿那個if non match 然後卻沒有拿到內容的話 那我會做什麼事 第一個是說 如果if non match是空的話 我就是用 那個response utl 然後去 剩十分鐘 我講那麼久 好 我講快一點 我就是去我的那個etag的catch裡面 去拿資料 然後把我etag 真正剛剛講的那一串h 把它取資料回來 然後我就把它return回去 就是我剛剛 大家剛剛可以看到 像我的那個demo裡面 我一直get同一份資料 後面的那幾次就是 跑這一段 那另外一個就是跑 就是跑這一段 就是大家剛剛有看到304 non-modified的那一個 這邊non-modified 然後我就把一樣的etag傳回去 所以這邊就不會傳body 這邊就會傳那個code而已 好 那我在註冊這個resource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mix edge 跟catch control 就是剛剛講說我 因為我的key type 我是用userid 對 那我這邊就大概是這樣寫 所以我會在 在 對 就這樣 好 我們看一下後面 這邊就是說我的秒數就是三秒 然後註冊正確的catch 以及key的產生方式 ok 然後在 這邊有個response ok 那我這邊就會去看 看我這邊response的形式 我是怎麼去做的 那如果我這個service運作的時候呢 我有去產生catch的話 那我就是把它加了etag上去 然後把它response回去 如果它是空的話 我就直接存 就拖回原本的json 就這樣 然後我在我的那個實作service這一層 就是這一層 我丟request進去到service service運作完之後 會吐一個response回來 這個裡面是怎麼做的呢 然後一開始我會先去implement一個叫catchable 然後我這邊是叫 我的那個articlecatch 然後它的 它的實作方式 就是這邊是從db拿資料回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要去 因為我現在把資料塞進去catch裡面 所以我這邊就會用一個catchkey 去setcatchkey 然後把userid塞進去 然後把catchvalue 我這邊都是用那個response的body 然後tojson傳進去 然後它就把它存到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articlecatch裡面 好 所以這邊的catchkey呢 必須要跟剛剛講的那個annotation裡面去做對應 就是你這邊用userid呢 你剛剛那邊就要用userid 好 所以這邊就是說 我怎麼去用這個程式碼 然後去把它做了一次這個catch control的運作的方式 然後再來是說 rootkeeper這邊要怎麼去做運作 因為剛剛大家有看到我的demo是 我在8080paw 然後去丟了一個delete 然後8080跟8081的這兩個service 它其實就會都把資料把它清掉 對 那rootkeeper這邊其實沒有sourcecode 因為sourcecode太複雜了 所以就直接跟大家講一下 rootkeeper它是大概怎麼運作的 rootkeeper它主要就是 去會 就是起 它是一個cluster 然後主要是hadoop那邊發起的一個project 然後主要是去跟各個serve 它就會選出一個leader 然後其他就是去 其他clim 這邊指的clim就是web server 就是web server 然後就會去listen這些 它的這個 就去listen rootkeeper OK 那比較常用可能在hadoop的其中裡面 然後hbase也會用到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叫做linode data的那個資料結構 那其他結構其實就是像一般資料夾的那個樹狀結構一樣 OK 這個 因為這個結構跟我們後面的那個內容有關 然後它 它有幾個特性 它有幾個用法 像比如說 你的設定檔 因為你可能會有一大堆的server 你可能每個設定檔 可能都要 我可能要改IP 那我可以在 我會把這個IP 我會寫在rootkeeper裡面 然後如果這些server有去對 對 有去對 有去對 去listen這個rootkeeper的話 它其實 當這個rootkeeper有改設定檔的話 那我就可以 那些server就可以其實更新我的這個設定檔 對 然後這邊有一些 一些相關的操作的幾個集中場景 那有一本書 我後面reference有講到 那本書我覺得不錯 五分鐘 好 那我這個用途是說 我要把所有web那邊node的cache都invalidate 那做法是init 這邊是有點小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第一頁 就是說e-tag-cache-manager的init 就是先去監聽 我這個cache的invalidate是不是產生變化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這邊用一個比較淡的顏色是說 它現在其實是還沒有產生這個cache 還沒有產生這個node 就是產生這個vnode 好這個時候呢我就先去監聽 然後當我去做invalidate 像我剛剛不是有那個curl不是有delete嗎 它就是做invalidate 然後我去做delete的時候呢 然後程式裡面就會做invalidate 那意思就是說 我會去建立一個這個invalidation的這個node 然後裡面的資料就是長得像這樣的形式 那這個時間不夠我就不多講這個形式是怎麼產生的 反正我就產生這個形式 然後因為我有兩台server 所以大家都去監聽這個node 然後當我監聽這個node的時候呢 然後這個時候開始我會用lookkeeper 它有一個library叫curator 那它其實裡面有做了一些蠻不錯的一些場景的應用 那這個這個應用就叫leader election 就是去選一個leader出來 那這時候我就先去 然後lookkeeper那邊就選一個leader出來 我就選了一個8080的那個leader 那我就說我8080 我這邊我要把cache清掉 所以8080看到之後我就去清了8080的cache 它就是去去recent這個node 去選出leader 然後leader就把cache做invalidate 然後他選出來之後呢 我又把cache清掉了 它就退出這一次的election 然後換另外一群 因為他其實剩一個啦 8081 所以8081這次選舉當然是選到他 所以他就選中了 所以他就在把cache做invalidation 就把它清掉 然後清掉之後 因為裡面可能就有幾個node 跑完之後就結束了 所以就在做下一次的invalidation的時候 就在重複第三個notify node的這個步驟 好 所以 講完了 其實就是前面幾個 剛剛講的那些內容呢 cache主要是 大概是這三片 我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剛剛講的那個 從那個rookie本那一塊 是這一本 我覺得這本書是 我覺得還蠻棒的 是中國那邊 忘了是哪一位寫的 就很厲害 對 然後 就這樣 好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其他問題 可能講的有點快 然後可是大家可以去 我剛剛有那個github上面有report 大家可以回去玩看看 對 好 就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